學的只是生命不死 又能追求 而生命可身邊 永遠不及 先前皇帝說 古神不死 是為賢帝 賢帝之門 是為天地爭 連連落寸 用之不及 古神者 即人的生命 生命點名之約 玄秘 帝世堅定的歌曲 一切患者 都是從古神產生的 古神 好 自生命的本地 一切生命都是從他那裡來的 永遠回省的流動 永遠不息 皇帝修天道一百億年 而得道 皆知 生命永遠不及 得道理 所以說人之後 祖雖已敗壞 生命定位夜光 祂是永遠以天地爭 存得 可惜世人 可惜世人不知道 生命的珍貴 解不了日修 祖雖已敗壞 可惜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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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這場戰爭也不簡單 修道者 自己的力量能否戰勝無謀 所以 需要以其存心 可惜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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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於內心之燃燃燒 凡是果勝的 都有貪氣 所以 生前犯貪者 以後必受果的燒煉 以我及生前的貪果免 二 生前好貪者 以後必遭暴力之家裏 貪者棄盛 自自免贏人 所以 以後將遭暴力之家裏 此種暴力就是魔鬼 所謂魔鬼者 實惟其生前 入乎者來自 世父 世人 必須見 稱 蓋 稱 知結果 是魔鬼的糾纏 三 生前好贏者 以後必受女鬼的欺貪 因他人之體者 為了貪氣 因果 以後都必受女鬼的欺貪 再來事實 將會關心 自 生前好貞者 以後必被惡鬼所鬥爭 以後不 被惡鬼所鬥爭 以後不 有感自然有意 如同鬼 自豪不爽 生前的所謂 以後欺受 這是感應的道理念 生前好貪者 以後成惡鬼 生前好貪 是財人意者 以後必 為惡鬼 依含 交貨 永遠沉淪在 疑困堅禁的途中 六 生前好資者 以後都要補償出來 凡是好自私的 許多事故 公平 以後遭審判 將許多自私 都要補償出來 並且還要加倍的賠償 七 生前好望者 以後遭割舌頭之苦 說謊話未妄 說謊話即是 騙人 騙人者 以後割舌頭 因為罪起於舌頭 當然受到處罰 八 生前好貪者 以後罪必如混合 是人須知以後的問題 與生前有意見的關係 所以 在生前必須保持下滅三種態度 避免以後多受不處罰 因為人必須經營 經營者 清醒於百點 不浮浮噩噩噩的生活者 對於人身有很深刻的認識 不會有力所混淆 不會有力所混淆 不會有力所困惑 二 為人必須和平 遇事不可真實 對人要謙遇 再是一日要和平 一日以養成 享知心度 三 為人必須快樂 人生短暫 自可多悲仇 亦有悲仇 亦有悲仇 亦有慈 免得輪位磨道 娘所說的快樂 不是真實與深色 而是一種事 難好點心情的快樂 果然生前清理 可遇 快樂則之後可免許多苦惱 這是非常重 要的 激世神益多助力 为了以后 不停一条大道 再深浅一地 要多併功德 今日的功德 就是未来日的准备